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温哥华时间8月2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留学生播报 我是Jennifer 国外生活的留学生 想必微信上的什么美食群 买买买群 租房群 分类信息 互助群 这些早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但是如果你目前微信里 还有所谓的换汇群 或者你还在从事 或者进行微信换汇 现在请千万注意 务必谨慎对待或者停下这类行为 因为你很有可能正涉及洗黑钱 据报道 近日一名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 名叫小丽 因为帮了朋友一个忙 被英国警方逮捕入狱 因为这个忙直接涉及到私人换汇 在狱中小丽发现还有好几个中国留学生也因为类似的事情被捕 无一例外 他们全部都是被人利用 而说一千到一万 不懂英国法律法规是触犯法律的主要原因 正是因为这样 她才希望将自身经历说出来 告诉大家 让大家不要遭到奸人利用 小丽在英国一所大学就读研究生 去年9月左右 她加入了一个私人换汇微信群 群里的人大多是为了将人民币换成英镑 因为汇率比银行汇率低 且没有手续费 当天到账 大家交易起来快捷方便 小丽也试过几次 都挺顺利的 突然有一天 小丽的一个业余从事私人换汇的同学 希望小丽可以帮她个小忙 她希望小丽在换汇和街头人拿到英镑现金之后 用自己的英国银行账户 把钱分别汇入其他几个换汇人的英镑账户里 小丽当时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答应了 结果有一次小丽在去拿现金的时候 警察叔叔从天而降 二话不说便将她和街头人铐上手铐了 而且全程录像 小丽吓傻了 英国警方为小丽提供了法律援助 让小丽在有律师陪同的情况下接受了审讯 经过两晚的审讯后 小丽因为洗黑钱被起诉关押入狱 律师说 如果按无罪来打官司 就是不知者无罪 小丽并不知情 且不了解私人换汇是犯法 也是可以打下这个官司来 但时间可能会拖很久 如果想要尽快解决此案 最好认罪 最终小丽与家人商量还是决定认罪 幸运的是 小丽的学生间和学校这边都没受到什么影响 只要他能够按时完成学业及考试 还是可以按时毕业 而且他也和之前做私人换汇的同学已经彻底断交 不再联系了 在这里 想要郑重给所有留学生提个醒 无论是英国还是加拿大 还是其他任何国家 大额现金不能提供合理来源解释 都存在洗黑钱的风险 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21日向中心社记者证实 当地时间8月20日晚间 一名中国留学生在一起抢劫案件中不幸中枪身亡 年仅19岁 据总领馆方面介绍 20日晚在约翰内斯堡同一所学校就读的8名中国男生 结伴赴外地旅游后返回约保 并于19时30分在长途汽车站下车 计划乘车返回学校 因约定的车久等未到 20时30分左右 他们决定乘坐车站附近的一辆中八返校 上车后才发现误入劫匪的贼车 该车启动后慢慢前行 在最后一排的劫匪突然举枪命令8名学生放下手中的财务下车 坐在中八车后排的6名学生随即放下行李下车 而坐在司机座后面的两名学生 则将手中的背包交给副驾驶位置的劫匪 随后在学生们所回包中护照时 车辆突然加速 一名学生随即跳车 另一名学生被劫匪开枪击中 学生们立即逃向附近的中央警察局报警求助 约10分钟后 警察在学生带领下赶到现场 发现受伤学生胸部中枪并已身亡 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获知此案信息后高度重视 马上启动领保应急预案 指派领事干部赶赴现场到中央警察局向警方了解案情 约看笔录表达对学生遇害的严重关切 并要求警方调动一切可动用的力量将凶手早日捉拿归案 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领事干部还会见了有关同学进行安抚并了解情况 总领馆方面表示将密切关注此案进展并全力为善后等事宜提供协助 狼多肉少的工作市场历来是竞争不断 虽说出国找工作的压力能小一些 但大家基本都盯着好工作不放松 要想毕业后在加拿大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在学校开始你就得这么做 一 打磨自己的沟通技巧 老师布置的presentation可以主动申请负责 成为小组作业的spokesperson 公众面前多演讲不光是提升信心 还能改正说话时不好的习惯 还有哪些地方说错了可以适时改正 参加辩论队 多看优秀演讲者们的演讲 像是奥巴马这种名人 观察他们的语速和动作 可以自己适当练习 二 培养团队合作技能 参加小组或是学生组织 最好能当领导 Popnet的活动尽量也参与进去 参与团队意识很强的校级运动也很好 三 强化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适当找机会强化自己的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主动处理棘手的项目 比方说跟教授申请研究项目调查之类的工作 四 展现自己很强的职业道德 学生很强的职业道德主要体现在努力学习 获得优秀的学术成绩 不过 上进 思想活跃 注重结果 有组织能力和计划能力 这些个人素质也是雇主在招聘时非常看重的 五 抓住综合学习的机会 像是co-op 暑期大工 实习等 对某一领域比较感兴趣并有所了解 课堂所学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 培养各方面的能力 去公司企业感受一下建立宝贵的人脉资源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留学生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真正的本地新闻 即时 最热 接地气 玩玩乐乐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 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贝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 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